大家好 针对本人以及我妻子希悦的财产 以及本人及其我所有亲人 我指的这血亲啊 血缘远亲近亲就是血缘相关亲人 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我妻子以及我妻子血缘关系的亲人财产 都有本人统一认领 这是其一 第二本人确实不知道本人及其代理本人 有血缘关系亲人的财产到底有多少 这是第一 第二我的妻子也确实不知道 与他相关的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有多少财产 我们我们夫妻俩都不知道 但是呢现在这个事呢 由本人一个人来解决 那么我多次要求中共执政当局 公布财产真相 公布历史真相 因为历史真相和财产真相是紧密相关的 因为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为这个民族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尤其是在1949年 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 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那么中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 也就是说甚至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和民进党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揭露历史真相 揭露我们到底有多少财产 揭露这一罪恶的事实 但是我们已经完美的做到了我们自己 在我说 在我人体实验 在我进行惨不忍道的人体实验的时候 在中国共产党对我屋内 用神经共产器 带着黑猴子 殴打 注入电磁精神毒品 残酷虐待的情况下 我表明我的态度 第一 我不拿美元 我拿不拿人民币 我只拿美元 我不拿人民币 我只拿美元 人民币我一个子一分我都不沾 我只拿美元 也就是说本人的所有财产以美元计算 同时在这个情况下 面对中国共产党庞大的全世界范围的诈骗 我以我维护我自己的正当权益 以肖像权威基础 一美元一个 就足以造成了610万560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的赔偿 更别说其他的数字 我把这一切贡献给世界 那么以谁来担保呢 以中国海峡两岸执政当局 落实既定的毛泽东的政策战略为基础 他的九二共产根本不下 这而且以后的基础是三个上海三个联合攻报 还有相关的卡特驻军撤军的问题 为此我要求海峡 这是真正中国开启他们这个孙中山派系谈判的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 他们不能做任何谈判 因为我们家族受不害就与孙中山派系的人直接相关 再说明一面 第一我们不知道有多少钱 第二有本人统一认领 第三我不拿人民币一分钱 第四我要求把我们祖孙生贷 祖孙生贷或者从一开始我们倒多少钱 本金保值增值赔偿 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的财产 一次性以美元计算还给我们 我们要求的是现金 我们请求瑞士联邦政府能够出面 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并请联合国加拿大政府帮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并请海峡国际刑事法院 对我们提供安全保护 并请罗马教廷能够把大家团结在一块 组织营救我们这些正在受到中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政府惨不深闹的神经控制武器 虐待和迫害 以及生命安全威胁的 这些法医司法人的分子生命安全威胁的 这些人质 离开中国 我们希望由加拿大政府出面 直接到烧海人所在地 把我们营救出去 并由加拿大政府接受我们的所有财产 等我们的亲人都安全的到达加拿大以后 由加拿大政府转交本人 因为本人现在已经是美国人民 我不是有美国的国际和护照 我不是公民 但我仍然受到美国的保护 我希望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和我的亲人 已经做到了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 对得起良心所做到的一切 我们不愿意再为这群十人奴 付出一分一秒的代价 我们在他们这里过春节 那是极其运算责行为 我们不会再对这种行为 我们要营救 我们随时受到安全生命安全威胁的 我的父母 我的亲人 我妻子亲人父母 可以和所有我可能受到安全威胁的亲人 尽快离开中国 See ya